来看TikTok又多了一个国家在政府机关全面禁用 目前TikTok全球的用户数已经达到15亿 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 在美国 加拿大 欧盟 比利时 丹麦这些国家之后 英国跟纽西兰宣布在公务设备上全面禁用TikTok 那么以政府设备禁用令防止敏感资料外泄 而美国除了是国会立法 让拜登有权利全面禁用TikTok之外 美国还传出向TikTok发出最后通牒 不跟母公司切割的话 惩罚代价也是全面禁用 英国当局周四以安全优先为理由 宣告即刻起禁止所有公务设备 使用中国大陆短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英方强调禁令不涉及私人设备符合比例原则 未来所有政府部门的公务手机 只能下载预先核准清单上的应用程式 除了极少数业务需求才能以个案审核的方式 让少数公务设备有限度的使用TikTok 由于早前英国内阁安全事务官员 已经责令国家网路安全中心 针对TikTok的潜在风险展开调查 如今正式发布禁令 让英国成为继美国 加拿大 欧盟 以及丹麦 比利时等多个欧洲国家之后 同样以封禁TikTok来防范敏感资料 落入北京当局手中的国家 在英国发布TikTok禁令之后 同属大英国协成员的纽西兰也表明 在网路安全考量下 本月底将禁止所有能存取国会网路的电子装置 使用TikTok 埃尔兰总理则透露国家网路安全中心 现在已经针对是否应该允许公务设备 使用TikTok进行深入审查 至于过去一段时间来持续高分 被呼吁国际社会关注TikTok 可能带来国安威胁的美国 除了国会两党议员正在推动法案 要赋予拜登政府全面禁用TikTok的权利之外 隶属财政部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也传出已经向TikTok发出最后通牒 呼吁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 把TikTok卖掉 否则很可能在美国遭全面禁用 但白宫拒绝证实这个传闻 华盛顿邮报引述分析认为 前总统川普三年前就曾经尝试逼 逼迫TikTok脱离字节跳动 也曾经发出禁令要下架TikTok 但最终因为缺乏国安威胁的实证 在宪法与法律的限制下 最终只能无功而退 这次拜登政府虽然得到远比川普更高的两党支持 但在这场针对TikTok的封杀战 恐怕人士困难重重 TikTok回应 如果目的关乎美国国家安全 强制出售不是处理方法 因为不可以防止私隐外洩 强调公司提出将资料储存在美国等 才是解决之道 TikTok一方面否认 曾经考虑与字节跳动切割 与钱在买家展开磋商 同时更加强自救 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上的疑虑 本月9号宣布在欧洲推行三叶草计划 要把目前储存在新加坡与美国 高达1.5亿欧洲用户的数据 转存到两个在爱尔兰首都 都柏林的数据中心 以及一个在挪威的中心 并且改由第三方服务工艺商营运 以减少TikTok员工接触到 用户数据的机会 美国媒体去年曾经取得 TikTok内部会议录音 揭露集团内中国工程师 拥有最高权限 用户的生日 电话等个资全都能被读取 数据安全问题 不应成为个别国家 泛华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打压北国企业的工具 美方迄今未能拿出证据证明 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北京当局强调 在没有真平实据下 对TikTok的打压 都是出于政治目的 反复呼吁各国应该提供开放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经商环境 但在国际商务从来都无法与政治脱钩的情况下 这场围绕着TikTok的攻防 只怕还会继续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道